Hello 大家好 我是Melody 今天想教你們一個 Candy Grip 劈腳的動作 這個動作在我們今次 Into Two Feelings的routine 裏面有出現的 大家做的時候有沒有發覺 踢起腳很難踢 或者一踢的時候就滑下來 如果有你就要記得看完這個Tutorial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Pole Dance Tutorial 記得要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 剛才我們說一下Candy這個Grip 怎樣才會捉得緊 站在Pole的前面 右手放在頭頂 反手向上 在這個時候 你要覺得肩膀這個位置 不要扯住 如果你已經覺得肩膀這個位置 有扭著不舒服的話 你只要把右手 推向上或者推向下 找一個自己覺得肩膀可以用力 又舒服的位置 右手用力的方法 是反手捉著鋪 然後手掌肩膀一起向下拉 左手放的位置 記得不要放得太低 因為如果你右邊肩膀很高 左邊肩膀很低 你的身就會歪了 這樣用力雖然可能會覺得好些 但做完之後整個人就會歪一邊了 做的時候 我們記得要保持兩個肩膀的平衡 左手可以試一下 放在右手手腕後面 如果真的發不了力 可以放在右手手肘的旁邊 左手用力的方法 是把手肘指向前 兩隻手一起用力的話 就是右手向下拉 左手手肘向前 當你一起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的胸就會向後套進去 打側看一次 如果你的胸本身是向前 當我把右手向下拉 左手手肘向前拉的時候 你要看到我肩膀的位置 就會向後面套進去 頂住這支鋪 做到這個時候 你的上身就會穩定 因為你有手和背部 壓住這支鋪 然後就可以試一下踢腳 手用力 背部壓住這支鋪之後 我先試一下把右腳 少少踢向上 不用踢得太高 如果你做到這個動作 就可以試一下踢高一點 記得你背部一定要套進去 如果你背部沒有套向後 捉住這支鋪 而是頂了出來的話 當你一踢的時候 你就會向下滑下去了 所以記得我們用Candy Grip 做動作的時候 胸和肩甲骨的位置 是需要套向後頂住這支鋪 第二個你們需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腳踢落地 無論你踢得多高 如果你腳踢落地的時候 腳踢一下踢一下 這個動作都不會好看 踢得很高 下來的時候 腳站不穩 所以踢完之後 當腳踢落地 一定要踢緊地 踢緊 踢緊 OK 我們做Twisty Grip 踢腳這個動作 最重要要留意的兩個地方 就是你Candy的Grip 要對 第二 就是當你腳踢落地的時候 一定要踢穩地 腳要用力收拾它 不會有得它好像魷魚 鬆飄飄 這個動作就會做得好 如果你還有對Routine上面 有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 Conservative 我們下次再看 Lei